执法人员陈薇介绍 事发当天他和其他几名同事正在例行检查 由于这辆相比排照的面包车涉嫌非法营运 于是决定依法暂扣车辆 不料驾驶员谭某直接坐到了执法车前阻拦扣车 虽然驾驶员谭某否认从事营运工作 但他车内的乘客却倒出了实情 经调查该车当天从诸州出发 搭载六名乘客来长沙火车南站乘坐高铁 而车辆既没有道路运输资质 也没有为乘客购置保险 隐患巨大 经不住询问驾驶员谭某最终承认非法营运的事实 得知自己的车辆因涉嫌非法营运要被暂扣 谭某不仅阻拦扣车还向执法人员动起了手 很快长沙市官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的民警赶到现场 并将谭某控制 受伤的陈伟也被送到医院检查 针对驾驶员谭某打人的行为 公交分局将会依法做出处理 与此同时面包车车主也将被从重处罚 从今天开始2018年春运正式启动 为了维护客运市场正常运营秩序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全员取消休息上路执法 目前陈伟也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执法部门表示 他们将重点对非法营运车辆出租车 公交车违规经营展开查处 已经发现一律顶格处罚 成绩这一块的话 我们居民的顶格处罚是两万元 针对这个道路这一块的顶格处罚是三至十万元 像出租车的话 这一块使用这个调料表来欺诈乘客的话 顶格处罚是五千元